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单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请到了 在好莱坞发展的亚裔演员密尔 跟她的母亲郭怠君老师 来上节目分享他们在 过去七年来在好莱坞的发展的心路历程 那也提供了听众朋友一些在好莱坞 或甚至是美国教育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密尔怎么样面对 这一路上来的挫折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她 然后甚至放下她 然后去重新得到养分 去让她继续在好莱坞努力 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比较放在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 在如果家里有一个有新梦的小孩 可能会爸妈会稍微有点震惊之外 会考虑说我要不要让她走这条路 因为所有的爸妈都会心疼小朋友 而且知道演艺录可能会比较辛苦 辛苦之外可能还有一些 别的行业没有的潜规则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待遇 可能都会加注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那在这时候父母怎么去协调 或是怎么样去调整 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那我们还是很 先请蜜儿跟郭代君老师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蜜儿 我是我会红永床好莱坞的作者 很高兴来到这里 谢谢你来 大家好 我是蜜儿的妈妈郭代君 我也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真的谢谢蜜儿跟郭老师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录影的时间 是一个假日 然后就是请他们两位特地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节目呈现 给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好那我们既然刚刚 我先提了就是今天的主题 应该是放在母女之间 那我们先请郭老师跟听众朋友聊聊 当初您知道蜜儿 就是蜜儿上一集也有提到说 她从小有模仿天分 然后也做得很好 然后那些亲友们也就很开心 看她这样子 那老师您知道这个天分 但是应该没有想过 她会走这条路 想不到 她从小就很会模仿人 而且观察入围 有的比方说我自己几十年的好朋友 到我们家来 蜜儿看一次以后 她马上就注意到这个人的特色 我跟她相处几十年 我都没有注意到 然后蜜儿也很喜欢表演 喜欢跳舞 爱漂亮 很喜欢表达自己 所以我们也都鼓励她 我们就说你很聪明 她很会讲故事 但是我没有想到她要去当演员 当演员就让我们很难接受 倒不是说演员这一行有什么不好 主要就是说演艺圈比较复杂 特别是我们亚裔的人到美国 到好莱坞 那是主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世界 那要去的时候太艰困太困难了 所以这点我们很 就是不是是我不赞成 我们的家人 我的妹妹弟弟 我的爸爸妈妈 都反对 所以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但是我们反对了很多年 我们也试着去 这个引导她走别的路 例如我送她去学美容 她还漂亮嘛 我要送她去学这个电视制作的装扮 去学服装设计等等 我都送她去学了 希望她能够走一个 也是很漂亮的路 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她就说 妈妈我不喜欢给人家化妆 我喜欢化自己 我喜欢打扮自己 对 然后所以试了很多年 最后就觉得好像挡不了了 既然挡不了 那我们就还是鼓励她 帮助她 支持她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觉得就是密尔有一点还是很不错 就是很多人到了好莱坞 好莱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 压力非常的大 诱惑非常的多的地方 那很多人就是 这个很快就give up 或是很快就沉沦了 那密尔这点倒是 不错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从小 我们给她的教育 就是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态度 我想这一点 刚才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所以很多人遇到了挫折 就会自暴自弃 或者是就丧失了信心 可是密尔倒是越挫越勇 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的人生态度 正确的 积极的 正向的 positiv的这个人生态度 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一方面老师就是在 可能挡不住之后 祝福她 但是我觉得密尔自己的表现 是说服了妈妈 对 就是你会让妈妈放心 对 就是我不是到那边 就是会有任何什么毒品啊 什么那些 乱搞了 对对对对对 我是真的认真想走这条路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喜欢 对 然后你也去说服妈妈 对 我其实觉得我怎么说服 我当然是 我妹妹 我知道我从我妹妹那里出发 因为我妹妹是我们家的 golden child 其实我像上一集我也 呃呃 mention 谈到 嗯 就是一开始 我就看到呃 Joseph Gordon-Levin 和Scarlett Johansson 表演 对表演那个态度 很震撼 很震撼 那我就说我也要那样子 我不是要去好玩 乌兮兮哈哈玩一玩的 嗯 有为者亦若是 对对对 我是真的真的要去 嗯 表演 我真的要学这个演技 真的学怎么分析这个剧本 我是真的很serious 我想我妈妈 嗯 那时候也看到了 对 所以 她就放手了 对 我看到她就是 很认真地要追求这个路 她去上课 她很认真的上课 那回来会跟我分享 今天什么事情 什么什么表演 有些什么人来 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慢慢她自己 又去参加别人的演出 参加一些小的制作 她去打工 啊 等等 我就看到她是 真的很认真 就真的还有个commitment 真的有下决心 走这条路 嗯 那你看 现在她在好莱坞 也七年了 嗯 七年下来 她真正地做到 就是说第一个 她不学坏 啊 第二个 她是无论遇到什么诱惑 或是挫折 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很了不起 这个我也蛮佩服的 对 因为你说人会不会红 啊 有很多的因素 机缘 很多机缘 还有运气 等等的 但是 她能够撑下来 然后 没有走到歪路上去啊 我觉得这一点 已经是不容易了 真的不容易 就是 其实我在上一集也讲 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 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嗯 然后我会去觉得 哇 我会去好好享受这些 带来的费吗 或者是带来的一些 就是 好吃的东西 哈哈 那一些好处 就是我去 我很享受在那个 五光十色里面 但是 我觉得你就是 真的会让老师放心的地方 就是 就老师刚刚讲的 commitment 嗯 对对对 你就是 不只是对自己 也对妈妈 对啊 就是我 我就是承诺你 就是我就要走 这个路 对 我好好走这条路 对 我是 我是开心 我是用自己的兴趣 是支撑走这条路的 对对对 嗯 其实有很多女生 在好莱坞混啊 他们混啊 错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都知道你的用词 他们就觉得 因为好莱坞有很多 大色狼 是 然后就是很成功的大色狼 然后他们都会想 吃这些小演员的豆腐 但我想我应该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家人 对我的教育吧 我就知道 嗯 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些 这些 色骗之狼 色骗色狼 色狼 制骗色狼 制骗色狼 嗯 他们 想要跟 认识这些小演员啊 说 哦 我会帮你 我会怎么样 你给我什么 我就会帮你 那其实都是骗人的 是是是 他顶多就帮你买个礼物 带你出去吃饭 他真正是 没办法帮到的 因为 在一个作品 不只是一个制作人 一个作品里面 像marvel 他们看多少个制作人 一个team 20 30个制作人 整个team的 所以真正的是帮不到 除非你是已经 是一个明星了 已经大达到一个地步了 就是在临门一脚 他可以这样一推 这样他才能帮到你 但是你也要让 有些人就是瑟瑟的想要 要付出代价 要付出代价 其实我们听到蛮多的 对啊对啊 有些就是真正会有演技 真的会演戏 真的有那个luck的人 就不用去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用去借由那些说 可以帮你去什么推销或什么 你如果你真的是宝石 对 你就自己会发光 对哎呦 讲得好好好 别人就看得到 对这讲得很好 不过他这个me too 在好莱坞已经是成为 他文化的一部分 根深蒂固 很多不仅是制作人 还有agent 还有一些成名的演员 这些男生 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他有些年轻的女孩 也有的是自愿的 因为他觉得 我如果能够认识那个人 跟他攀上关系 或是甚至于建立起 一个更好的关系 那我就可以省很多路嘛 那实际上就是 蜜儿也讲 他说如果你还是 刚刚进来一个小演员 他就算想帮你 也不容易帮 是 因为帮不上 除非你自己 已经是一个相当 一个level的 对已经到了门口 他说临门一脚 推一下有可能 所以这点我觉得 蜜儿倒是挺理智的 而且看得很清楚 对对对 你不会迷失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通常 捷径反而是更远的路 没有错 你如果真的要走捷径 有啦 就是工具的捷径 捷径很快 然后他们好莱坞都会讲话的啦 哦 就说哦 这个女的怎样 这个人 这个人怎麽样怎麽样 他是可以 你可以这样搞他的 嗯 然后别的人 色狼也会过来找 对啦 话就是 人家都会讲话的 就话书 对啊 对啊 就这个 这个 这个community 并不大嘛 对 嗯 community很难闯进去 但闯进去 是个很小的一个世界 哦 懂 嗯 老师呢 呃 您说就是放心秘儿这样 就是他 有看到他 给自己跟给家人的commitment 然后您刚刚也提到那个妹妹的角色 嗯 其实我觉得妹妹反而 就是您说的那个临门一角 哈哈 她才是真正的那个临门一角 让你 但是我觉得 你自己的努力跟自己在好莱坞想要闯荡这个 才是真正让说服郭带军老师的吧 嗯 嗯 反而不是妹妹 我觉得我妹妹是打开我妈妈的心 然后就是 Change her mindset 嗯 然后我 因为我自己是个行动派 嗯 然后我让我妈妈看到 哦 我是真的要演戏 我不是去混的 嗯 我真的要演戏 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非常serious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妈妈 我觉得她也是一步一步这样看到 我这样走下去 也对我 歌就是歌目相看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 哈哈哈哈 所以老师您当初会觉得蜜儿可能 只是喜欢打扮 然后或者是就是您从小跟她说就是两个姐妹是公主 然后想要就是 飘飘亮亮然后look pretty 对对对 但是但是老师可能应该没有想过蜜儿会这么认真的去走这条路 那你当初 呃 一知道妈妈 嗯 真的接受的时候 那个感动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吧 对不对 我觉得是 其实那时候 我有点不敢相信 所以我 也是 stepping on eggshell 也小心小心小心 所以我没有马上就跑到好莱坞去了 我就说哦 我先在旧金山混一下下 然后因为你可能担心妈妈可能随时反悔 对对对 所以还在她所以我做也是很有技巧 嗯嗯嗯 哈哈哈哈 卖我会怕他我怕他返回 所以我说哦我现在旁边 在旧金山这个小的一个小的Industry 闯一下下 然后也充实自己啦 充实自己对对对 你那个英文叫做如履薄冰 他听不到 Scare on the ice那个 他听不到 Walking on the eggshell 对对对 On the eggshell 对如履如冰 对 其实命令很让我意外 因为虽然我们答应他去了 但是我想好莱坞多辛苦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他搞不好 四个月六个月就回来了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他真的就是 真的你看撑了那么多年 走到走到现在 对啊 我们这节节目就 其实可以体会到一个妈妈的心情 还有一个女儿想要说服妈妈的心情 这两个 其实他们并不是矛盾的 他们是需要一个桥梁去沟通 跟互相理解 然后互相去告诉对方 我的心情跟 我有了什么 然后妈妈也可以让女儿知道 其实我是担心心疼你什么 不是那么反对你的 但是听众朋友可以 从这几的节目可以听出来 就是郭老师其实对 当初密尔想要走这条路的反对 到后来接受 其实是密尔自己的努力啦 虽然你一直说妹妹的push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你的努力 然后你慢慢让妈妈放心 对 然后妈妈才愿意让你走这条路 而且当初郭老师可能也觉得 好莱坞这么困难的地方 可能看看密尔是不是一下就回来了 但是他走了七年 一走不回来 而且走得还不错 我绝对会越走越高峰啦 你放心 谢谢 就不要 就绝对不会是再回去的 但是这一节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 妈妈对女儿的心跟女儿对妈妈的心 我觉得这是让我在 就是你走演艺圈的路之外 对 我觉得你反而是去赢得妈妈的信任 这个应该也是你另外一个收获 对啊对啊 他现在对我超级支持 你看到坐在我旁边 对 这真的是有行动支持 对对 这一节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下一节的节目再回来请郭带军老师 再跟密尔来谈谈他们在 密尔的好莱坞演艺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 谢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FM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单 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了 在好莱坞闯荡的亚裔演员密尔 跟他的母亲郭带军老师来 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在上一节的节目郭老师就 稍微跟听众朋友讲了一下 他对于密尔想要走演艺路的一些心路历程 好那这一集 在这一节的节目 我们就先直接请郭老师谈谈 老师您看过他的所有的作品吗 不一定是所有 但是看过几个 看过几个 而且您甚至也到拍摄 Pepsi广告的现场支持他 那老师您 有没有曾经给他一些表演的建议 没有 他的表演已经是超乎我的理解 超乎我的惊讶 因为我没想到那么会表演 而且超乎老师的专业 对啊对啊 你要我的话我不会表演 他是立刻能哭立刻能笑 他只是常常叫我把脖子伸长一点 脖子伸长一点 把脖子露出来是不是 对把脖子伸长一点 但是那个在现场拍摄机场 应该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也可以 是可以 但是如果要拍拍戏的时候 然后又想自己的脖子 会分心 会分心的 对然后脖子一直把它拉长 是很难受的事情 没有那个不算 我那个不算什么 因为我也不懂 我怕不懂 老师那您现在看他 密由现在到目前为止 七年来的成就 您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surprise 跟着一个surprise 很惊讶 就首先就是他能够立足 这一点是不容易 另外就是 他大概就是COVID期间 两年多以前 他开始写剧本 对对对 就在这本书之前 他开始写剧本 然后他那个剧本 还有一个大的比赛 他还进入前20名 这个事情让我们很惊讶 让我们全家都很惊讶 因为他从小就是胸无点墨的人 哎呀老师 竟然能够写剧本 你百分挥不上庆 真的太客气了 真的真的 是真的 但是后来也想他 因为他很会讲故事 他也很喜欢讲故事 所以他写剧本 然后结果后来还写了这本书 他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 他中文不行 我妈翻译的 但是我在翻我就想 这是蜜儿写的吗 蜜儿能够写出这样吗 我就一边翻 我一边觉得非常的压抑 所以可见我们做父母的 无论我们多么的关注孩子 多么的盯着他们 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都是 我们不了解的事情 而且可以证明蜜儿真的有talent 当然 不管是表演或者是你说说故事的技巧 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稍微聊到一点点 其实台湾在不管是各行各业啦 现在越来越重视说故事的技巧 你把一个事情怎么样present出来 然后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东西 他的feedback什么 那个是需要训练跟专业 不是说你要 我说了你就得听 那个可能是以前 但现在你要去说服观众 说服评审 因为你的那个剧本也入围 那其实是一个talent 要你的技巧 那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 我刚刚想到的词是不只是talent gift 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 Hallelujah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家的基因 因为 我很会说故事 这是我的学生朋友都知道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 我爸爸是个教授 我们小的时候 洗完澡 小朋友就拿着板凳 到我们家院子来 就听我爸爸讲故事 这个薛仁贵真东 什么薛平贵 薛平贵真希 对 然后就今天讲完了 且听下回分解 明天再来 所以我从小就是听我爸爸讲故事 然后呢 我也讲给我的孩子听 所以蜜儿跟他妹妹宝儿都很会讲故事 他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在班上讲故事 耳濡目染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培养的话 你怎么样来讲故事 怎么样讲的动听 让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听 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有的技巧 真的说实话 不是每一个人有的 而且我之前在 就是我在媒体大概20年 遇到的很多其实媒体人 他们书写很好 但一旦真的要亲身present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 就发现这文章是他写的吗 因为完全 比较害羞 完全搭不起来 对对对 所以老师您那个 而且我知道 因为我本身也是英文系毕业的 老师您的妹妹 也在我们英文系教 对对 我妹妹也是教授 郭戴忠老师 虽然我没上过郭老师 他教过你吗 他没有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分班课 对 所以我觉得在 老师您那个家学渊源之下 即使密尔走了另外一条 可能不是academic的路 但他走了表演的路 但其实给你的那些 底蕴 老师要怎么讲 底蕴就是 老师那些给你的那些heritage 就称之以为 从小长大 耳濡目染 对对对对 耳濡目染的东西 然后你在spontaneous的去转化出来 变成你的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对你其实是另外一种帮助 对 是 也许 你说 我现在也academic 我都写一个书啦 对 你的晋升作家 对 我现在就是academic啦 一百分辉啦 算是 你已经辉起来 辉起来啊 算是 算是也继承 郭家的一个传统 对啊 对啊 因为您在书里面 其实一开始您也写到就是 怎么可能祖父 然后妈妈 阿姨 那是两代哈 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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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读书人 都是读书人 我现在也读书啦 哈哈 你不只读书 你写书 我写书啦 其实我觉得如果那时候一直在台湾的时候 我去我是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我觉得 我相信 那时候真的很有很大的压抑感 我不知道有那个压抑感 那个会lead me to 哪里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后来到了美国 然后我对自己非常慢慢慢慢有信心 然后我妈妈又放手 我慢慢慢慢才走上这个路的 因为我 真的我真的想想想 我如果那时候真的如果在台湾 我就会舒服 没有错 我那个时候也是毅然决然 带了孩子出去了 对 不只不会变成这样 会不快乐 对 对 她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笨的 是个坏孩子 对 然后她妹妹是很聪明 智商很高 她也觉得自己是不好的 坏孩子 坏孩子 为什么 因为她上课老是掉铅笔 掉橡皮 然后喜欢发问 老是不喜欢她问那么多问题 哇我的天啊 所以她妹妹也被罚战 姐姐也被罚战 然后我们学校是这样 东南西边 他们是姓安国小 很小吧 很小 Square 然后我在东边 我妹在西边 我们常常罚战在外面招手 就是看得到那个 看得到对面 对啊 那表示 台湾的教育 其实 我是很想开一集来说了 到时候等老师回国 我们来讲一讲 那时候是这样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改变不多 你知道她妹妹 新安国小入学的时候 就给学生做个治理测验 是 她妹妹就是最高分的 然后就马上就进了 那个叫做 自由班 自由班 对 那我根本不赞成她进自由班 我觉得是正常成长比较好 那自由班就是每天给他们 做数学什么 太高压 对 然后她妹妹 无论在自由班 或在平常的班 她都很好问 因为她小时候 我都让她问 她每次问这个 我们都回答她 她老师特别把我找去 然后 湾太太 你知道这个 湾家云时代是 问的让我受不了 你要跟她说 不要问 问那么多问题 那我后来想 我不必去跟老师沟通 因为 第一个 我知道她也很辛苦 带那么多小朋友 她也不会改变 第二个 她不可能改变 第三个 她也不能理解 所以 姐姐有问题 妹妹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沟通的问题 对 我也觉得不能再等了 所以我就在台湾 我是辞职了 把孩子带到美国 那现在回头看 我觉得 那个决定 我是是我医生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你看两个孩子 现在很健康快乐 而且很有信心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对 因为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老师很可惜 就是在免疫苏 只有大概四年 所以老师 你是带 两个宝贝女儿 到美国去吗 对 我觉得老师 您刚刚提到 两句话 我们蛮 体验 深刻 那个 体验蛮深刻 就是你说姐姐有问题 妹妹也有问题 对 但其实 是他们对于 他们本身周遭环境的 reaction之后 你才有question吗 这个 这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反而是老师 在压抑他们的 问问题 而且在压抑他们 对四周环境的 一些反应跟变化 好奇 不让他问问题 好奇才会让社会进步 当然 你如果没有好奇 你就一滩死水 就一直这样子 但是所以我觉得老师 虽然我们那时候在美人所 我们大家是觉得可惜 就是老师 你的母亲没有继续在美人所教 而且他那时候开的课 别的老师不会开 他妹妹都不开吗 郭带松老师开的是大学部 哦哦哦 但老师开的是研究所的 所以老师开的课是 其他老师开不来的 哦 老师会教美国政治 然后美国传播什么 那是 那别的老师不会开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可惜 可是这样我那时候现在二十年后来听 我就觉得 哇老师 其实算牺牲 然后带着你跟宝儿嘛 宝儿对 去美国 去让你们去成就 然后当 当自己 对 我觉得当自己很重要 勇敢的当自己 那个当自己不是去肆无忌惮 目无章法的当自己 对对对 是去知道你自己的 advantage跟disadvantage之后 然后你去知道你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体系 我希望能够慢慢改变过来 但我觉得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现在应该好多了吧 吧 我猜 而且因为现在可能外 我们那时候老师 我们那时候外界的刺激不多 一定要从学校才能学到 现在有这个 太方便了 太方便 而且从internet上学的东西 这种信息爆炸 我去美国对我来讲是个牺牲 其实也没什么 我当时是为了孩子不得不放弃 是是是 可是你现在回头来讲 其实上帝永远为我们开门 开窗 我到了Stanford大学 我觉得我也坐得如意得水 哇 我觉得老师 我也很快乐 妈妈整理很多的文史资料 documentary那些啊 对 很多历史人 那把很多gap都补起来了 对对 那个最对研究来说非常非常有价值 对对对 我自己也很快乐 嗯嗯 他自己也很喜欢历史啊 嗯嗯嗯嗯 我觉得很棒 我是历史空 我我非常喜欢历史 哦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好不好 好 因为呃 我们做这个档案嘛 民国档案 还有两奖档案 在hofer institute 在hofer 对对对 在hofer 那个老总统的蒋中正 还有那个奖金给我打案 那就很多学者来嘛 中国学者来 中国大陆台湾来 那每次他们来 我们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那我请大家吃饭 那密尔在家里 我就会带他一起出来吃饭 这样我就不要煮饭了 所以他就经常跟着我们 他就专心的吃 然后我们就聊 你知道我们是 我们聊不完的嘛 大家都很兴奋 有一天忽然有一位学者 忽然问了 他说哎 密尔你已经跟着我们一起 听了那么久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密尔完全不假思索 立刻说我知道啊 那我们大家都很 我都想知道他 开心的 对我想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在聊什么 然后就说 那你觉得我们在聊什么 他说你们在聊反清复明啊 就伪小宝反清复明 很可爱 就虽不重 义不原意 一不原意 但一向都是历史 很可爱 但是那个时期不一样 对啊 对啊 那表示你在听啊 有一点点啊 但是我觉得老师 那时候密尔应该不大 小孩子 还在读中学 那个对他来说 有点太沉重 那段史料是比较沉重 而且那段很复杂 他其实没有听 他只是专心吃 但是就是 这些东西 在他耳朵换过了 所以他觉得很像 那个微小宝 所以你看金庸 小时候看了 小时候都看 看电影 什么杨过啊 那些 对啊 你有机会可以看原点 他的文字是很美 很美的 金庸的文字 我现在看不懂 他没办法看 小时候可以看 而且小时候 我是看连续剧的 对啊 我们到美国以后 我就是为了 不要让他们忘记中文吧 我就给他们看那个 那个连续剧 像那个 环珠格格啊 精灵小不点啊 这些 慢慢的从 游简入身 我还看流星花园 那你跟台湾其实没有脱节啊 我们那 大家看都差不多 哇我那时候好迷流星花园啊 F4 F4啊 山菜 对我好喜欢他们哦 而且那时候应该也成为你另外一个表演养分 就去学 看他们表演 对 可以模仿 对啊 对啊 好老师 这段比较 深沉一点 就是老师 你到目前为止 这七年看 蜜儿在 好莱坞闯荡 有没有想要给他一些什么心理话 给他一些心理话 我觉得蜜儿做得很好 比我想象 比我预期的要好 这里面就是说 每一个去好莱坞的人 都是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挑战 我自己从旁观察 我觉得蜜儿 好像处理的还不错 他没有 一没有give up 二没有depression 那我觉得 也没有lost 也没有走 对 没有走错路 没有lost 我觉得这点是蛮不错 那为什么 我也在想 因为我们这次到台湾来 他写了这本书 我看他写这本书 我自己感觉 第一个 当他有家庭的人指使他 他妹妹是他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最好的顾问 还有 蜜儿有一些好朋友 就是他有困难 他会跟朋友讲 他有措施 他会跟朋友聊天 我觉得就是他不会茫然无助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蜜儿自己从小培养出的这个人生观 人生态度 是一个正面积极的 我觉得这点是挺重要的 当然第四个是 蜜儿的个性就是一个搞笑 就是很 乐观 乐观搞笑 就是2538的那种个性 所以有的人遇到了挫折 就会一直很痛苦 他不会像我们母女 我们有个通关语 就是遇到挫折 我们说有什么了不起 太阳明天还会出来 去吃个牛肉面 吃个珍珠奶茶睡个觉 明天就好了 听众朋友可以从这段听得出来 就是家教很重要 就是除了社会教育跟学校教育外 家教其实是形塑一个人的个性 或者是以后面对事情处理的态度 我们这一节就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下一节再请蜜儿来聊一聊 就是有没有可能让一首歌来形容自己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在分享的事情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谢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一份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这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请到了蜜儿跟他的母亲郭怠君老师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他们母女之间对于蜜儿在闯荡 好莱坞过程之间的点点滴滴 那我们从这两集的节目 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了解到蜜儿 一方面固然是郭老师愿意接受放手 然后祝福蜜儿走这条路 但其实我觉得蜜儿本身的个性 跟她的对自己的坚持 还有你一些表现一些成绩 也说服了郭老师 让郭老师放心 即使郭老师一直强调 永远不可能放心 天下父母心 当然 对 但是相对来说 也是让蜜儿就是有了更 有了妈妈的祝福之后 你可以更 更有信心 更沉稳的走这个路 然后刚刚在聊的一路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有一个今天的 invisible guest 就是宝儿 宝儿我妹妹 她坐在这里 是是是 但在我们的心里就是 但宝儿就是 你的妹妹 你有时候就提到说 她是你们家的golden child 对 然后也是从小的 因为功课的关系 可能也受到比较多的瞩目 但我想请你聊聊 你跟你妹妹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很支持姐姐的梦想 对啊 对啊 我跟我妹妹是像很好的朋友 我们三个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 看得出来 三姐妹 看得出来 对 三姐妹 三姐 这是大妹妹 不是大姐姐 大姐姐 然后我跟我妹妹就是 可能以前不是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好 但慢慢慢慢 长大的关系又变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是邻居了 要变邻居 她也要搬来好莱坞了 恭喜 对对对 然后对 我妹妹呢 她其实一路走来 在Stanford也交了很多很多朋友 然后以前我们不是打在一起的 但是后来长大以后 他们都成家 不是成家 成变成 他们的自己的工作 对对 他们都有工作 都做得很不错 立业了 立业了 立业 然后都每个人都很成功 然后我们现在常常会打成一片 然后他们都 其实他们很羡慕我 很羡慕你 对 然后他们很羡慕我 因为他们说我可以当我自己 嗯 然后我都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做事都很勇敢 都不怕 这个其实很难得 对 因为 嗯 可能您在美国的闯荡过程 因为如果在台湾 可能郭老师比较清楚 就是如果你要 be yourself 嗯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啊 也不容易 很难做到的 而且有很多社会的 礼教的束缚啊 对啊 什么那些会让你 不得不屈服很多现实面 对啊 很多人就是care about care too much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嗯 其实我 我who cares 对不对 我觉得Mia讲得很轻松 who cares 但其实你有你自己的一把尺啦 没有你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准 嗯 就是你大概知道 什么可以到心里面去 对 什么我就 不管他 对 我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人啦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因为没有人完美 他只是说我觉得 想把我讲像个robot 哈喽哈喽 是一个AI啊 变成AI啊 如果你在 嗯因为 我是真的觉得 我看了这个书的感觉是 在这样子年 年纪 我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嗯 我去看每个人的 因为 我跟郭老师报告 我喜欢看memory 我很喜欢看每个人的memory 我第一本看的memory 是Jimmy Carter 很失望 哈哈 就他 很替自己辩白很多事情 但是我在看你的那个 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在你这个年纪 我有没有办法 做这个事情 嗯 甚至于我如果想要 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有没有那个勇气 去跟我爸妈讲 嗯 我可能会避免冲突 我就算了 我就算了 就不讲了 对 其实台湾很多小朋友会这样 真的哦 但也许可能就错失了他 以后发展的一个大好机会 对对对 就可能为了要 遵循父母的期望 对 就变成父母 希望你变成的人 嗯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Mia 比较让我 我自己做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 你愿意去沟通去讲 对 然后你愿意就是去 走这条路 然后跟爸妈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有这个talent 对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 我们只有这个一个人生啊 就这么 Just once 就one life 所以真的 年轻时候做事很简单 嗯 老了以后做事就比较难了 嗯 你走每条路就 要勇勇勇勇勇勇敢 要勇敢 呃去做自己 然后去走这些路 因为我想 对我而言啊 我不想要后悔 我不想要到这八十几岁 坐到一个伦理上面 我在看我后 啊 当初应该什么什么什么 对当初应该当歌星 当初应该当model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就要 真的要realize 我们只有one life 嗯 然后要勇勇勇敢去追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不要让自己regret 不要让对 不要regret 嗯 对 因为 蜜儿这句话啊 其实 可以让听众朋友很多反思 就是 很多事情 趁年轻 然后而且年轻 我觉得他有犯错的本钱 对 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以为 哦 我还有时间 其实 谁都不知道 你到底会不会有时间 一直等等等 对 就是等等等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就 等等等等 想想想想 越等越想 越等越想 你就怕了 嗯 你知道那个fear 就control your mind 而且那个timing也过去了 对 timing也过去了 所以真的不要不要浪费时间 嗯 对 要做就做 嗯 因为听众朋友从今天 或是上一集 郭老师跟蜜儿的 谈话跟聊天的过程 真的可以发现就是 嗯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条件 之外 然后你怎么样去看待你未来的 career 嗯 哦 这不只是一个job 对 你可能要把他当成你的career 就是你这一生要这样过了 对 那所以这些 你不只是有自己本身的条件 能够配合 你的timing也要可以 那你怎么样让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 在你这 in your side 在你这一边 嗯 就不是让其他人可以掌控 尽量 嗯 哦 那别人可以掌控的那个程度越低 你越能发挥的程度越高 嗯 然后 我觉得蜜儿真的不简单的是他 嗯 嗯这也是我这两集节目想要跟听众朋友反 就是去分享也让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反思的就是 嗯你在 知道自己有这个梦想的你在那个梦想的前面 嗯你怎么去让他come true 对 然后那个过程 嗯其中的很多过程你没有办法去忍受他 你有办法去承受他那些 嗯 嗯挫折啦 阴暗面啊 或甚至是可能让你很多 你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那些心情你怎么去排遣 嗯 然后蜜儿有 就像他有个大姐姐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妹妹 对 然后还有你的那些朋友做支撑 对 而且你自己本身对Hollywood那些的 嗯文化你也都有先study过先了解 嗯 然后所以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比较稍微 嗯 不能说顺遂 但是会比较了解一下下 叠少一点交 对 就稍微了解 对交 早样叠 就是了解你每次叠的交 你要让他有价值 对对对 嗯就不要让他白叠交 对对对对 这样讲对 是是是 那 其实啊我就是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哈哈哈哈 我发了笑 干嘛 我觉得郭老师今天一定很满意你今天很多的中文程序 他讲的很好 对你真的太客气了 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我觉得就有一首歌就是那个花木兰的主题曲Reflection 哦 一直进到 一直进到我的那个脑海里 因为我觉得就秘儿来说就是你一直在嗯去反思自己 然后你一个亚裔演员在Hollywood嗯应该要什么样的定位怎么样的location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你是一直在调整的对对对 然后我只是在想问米儿你有没有一首歌可以形容你这七年的过程 我觉得这一首歌那个reflection就就可以了就可以啊嗯对我觉得他很喜欢这首歌我妈一直打我要我唱哈哈哈哈那你就唱 Look at me You may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对就是这一句对 嗯你你就是你就是可以去 这很难听我不会唱歌 不会不会不会你太客气 你就是去想你到底真的是你是谁嗯 嗯哼我觉得你从演戏的过程里面哈哈哈老师好乐他在旁边打我们赶快唱我们很喜欢就去那个KTV唱歌 钱贵啊 我们然后我们三个都不会唱歌 我们唱的都不好 但是只有我们三个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哇我妹妹唱歌 那简直就像要每一个人 要拿苏 骰子全部喝这个毒酒 那个唱的简直是哦 斩头啊 但是做他自己啊 对啊 做他自己就做他自己 never mind 那所以你觉得reflection 可以也是成为你自己 这七年来的一个写照 对啊 因为其实演戏的每一次过程 也是在反思自己 对对对 然后也沉淀你自己这样 嗯 嗯 那你看过花木兰这部电影 当然看过了 好 很喜欢 他还去参加试镜 我还试镜花木兰 真的啊 就是那个真人版 真人版我也试镜了 对对对 但后来给那个有名的 刘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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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你有其他角色适合你吗 里面 嗯 嗯 那个他妹妹的角色后来也给人 他其实那时候试镜 刘亦菲已经是要他演花木兰了 但是他们又以花木兰这个角色 呃 找 设计了一个 找妹妹 的这个这个actor 就是花木兰的妹妹 花木兰的妹妹 嗯对对对 但是后来给那个另外一个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操作啦 对啊 我相信 嗯对对对对 因为 好那是政治问题 哈哈哈哈 好那 如果老师您来形容密尔 你会觉得有哪一首歌适合他呢 哎呦 他要唱金句了 哈哈哈哈 逆人形 哈哈哈哈 啊老师您觉得哪一出适合 我觉得 Honey Houston跟那个 哦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那个 嗯对 哦你那我像是MC 对不对 对我很喜欢 啊你从你当时在取名字的时候 对啊我好喜欢Mariah Carey 那首歌 对啊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你唱的不差啊 你怎么那么客气 那是我们三个最喜欢的 所以你觉得就是 嗯那你对于未来 你有什么期许 或是想说自己 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你想未来还想要在做什么事情 在Hollywood 我其实在去年2023年 有演员罢工 对 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在 因为连编剧他们都一起 对啊 一起罢工 编剧先罢工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家里没事做 然后我在改我这本书 我还写了一个恐怖片 哦 剧本 剧本 我其实很想很想把那个恐怖片 带回台湾来拍 嗯 我觉得在台湾拍东西啊 我觉得 这里的文化和人和风景 我觉得在台湾拍东西 真的会有一种不同的魔力 嗯 所以我真的很想把那个 作品带回来 有没有想要自己拍 导演这件 你说导演吗 导演呃我 这个 我觉得我是有很多地方要学的啦 嗯 对 但我真的很想演 哈哈 里面 就自编 自演 对 因为我这个作品我是写出来 呃我真的想要 呃给人看我的 我的skills 嗯 对对对 所以我真的很想 真的很想把他带回来 对他 他也希望就是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发展 对 嗯嗯嗯 那各位台湾的导演 大家注意 哈哈哈哈 有一个从Hollywood想要回来台湾 我觉得那不是发展耶 是回来台湾 创 也让大家知道他的Talent 对 的一个一个机会 对 下次另外一书 Am I Famous 下面是台湾不是Hollywood 哈哈哈哈 再写另外一个你闯荡台湾 哈哈 演艺圈的一个心路 心路历程 对 而且我相信在台湾你会更 也不能说顺利 你会更 嗯 舒服 嗯因为可能这边的环境 自己的国家 是是是 一定是自己的国家嘛 对对 你会更舒服一点 嗯 更舒服一点 嗯 对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啊 跟上一集节目 其实都 嗯 很谢谢蜜儿跟郭老师 哦 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 偶尔那个笑声也不断 就是大家很轻松的聊 然后也轻松的跟听众朋友分享 在闯荡好莱坞的这段过程里面 嗯 可能也颠覆了许多听众朋友 对于好莱坞的一些刻板印象 甚至于是亚裔演员 怎么样在好莱坞 闯荡的过程里面 所遭遇的一些事情 那再加上这一集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 嗯 秘儿跟他的家人 尤其是母亲 或者是他妹妹 的一些互动 那这些互动 带给他一些表演里面的什么 呃 养分或者是帮助 或甚至于一些建议等等 那这些过程里面 其实都可以让听众朋友知道 每一个人其实在站在自己的梦想前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让他梦想实现 其实都需要费蛮大的努力 而且可能很多都不是谈笑间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是自己需要去承受的 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希望听众朋友去买这本书来看 就是我会红 勇闯好莱坞 那作者是秘儿 在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许多 嗯 我们今天可能节目关系 没有办法呈现的一些事情 包括你跟你其他好朋友的一些互动 对 还有 一路走来的不同的经历 对 而且我不知道郭老师在翻译 他跟男朋友那一段的心情是什么 他的男朋友我都知道 是是是是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写剧本 一些就是秘儿在好莱坞这七年来他的闯导 而且我觉得你时间安排的很好 就是你先在医院里面 嗯 一个场景 对 其实我觉得你这本书就已经很像一个screenplay 其实好多人这样跟我讲 对 每一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然后你又flashback到2014年 对对对 然后你又接回来到你医院之后 对 就那个零零零零零零那个 所以我觉得你的铺陈是有安排的啦 嗯 而且也难怪你的剧本会入选 哦 谢谢 这个 然后呃 我如果有一句话送你的话 我觉得你不用太humble 哦 你真的too humble 就就在这边的时候 也许你真的是客气 或者是你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老师家教的关系 就是要你就是比较自 自持一点 但是我觉得嗯 这不用那么不用那么客气啦 好 你真的 你真的你的performance跟你的那些成就是可以让听众朋友去分享去去看的 好 去去知道你这个人 嗯 然后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谢谢 秘儿跟郭带军老师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如果郭老师或是秘儿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台湾的时候 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把宝儿带回来 好 就是让他成为真正的那个guest 然后我们再跟呃 再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就是有关 不管是秘儿郭老师或是宝儿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谢谢 拜拜